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帕波姆赢得了WBO世界拳王金腰带 那是实现了他个人的大满贯 这也是他第一条职业拳王的金腰带 他也成为继熊朝冲之后 又一位在职业拳台夺得金腰带的中国拳王 并且完成了亚运会市井赛 以及奥运会和职业拳台的一个大满贯 有评论就说周世明赢得这一场比赛 不仅缔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超级全满贯 而且也为中国职业拳击创造了一个突破性的意义 足以彼肩姚明刘强和李纳 因为中国拳击事业朝着职业化的方向又前进了一大步 而解说员韩乔生也说 周世明蝴蝶五步完的表演迷倒了拉斯维加斯的观众 但其实周世明的拳王之路走的真不像我们说的那么轻松 在2008年北京奥运和2012年伦敦奥运两次夺得奥运金牌呢 此外他还拿到过亚运会试景赛的拳击的金牌 手握这么多金牌 周世明原本是可以生活得很惬意的 但是他却选择在32岁的高龄 这对于拳击来说是高龄要转战职业拳坛 他当时就说了不打职业拳击咱是不罢休 然后他就走上了坚固的职业之旅 众所周知啊这个职业拳王比赛那是分等级的 按照这个选手的体重分为重量级啊 还有这个次重量级以及轻量级等七个等级 一旦你的体重超重了那将失去比赛的资格 在中国拳手当中周世明对自己的训练要求啊 以及对身体的管理啊那个体重啊 那是最严苛的很多职业选手啊都会出现称重啊 不过关超重了胖了 然后呢又改完火速去减肥 但这样的事件在周世明的身上从未出现过 这在减肥如游戏的职业拳坛案也是难能可贵啊 至于这个训练的刻骨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啊 那即便如此呢由于刚刚转为职业化 那这些年呢周世明那经历了太多的质疑 有人就说他他浑身的就是奥运味啊 打的呢不够职业 包括教练罗奇也曾经一度发飙 说你再这么练你就回家去 就连他带着儿子轩轩参加真人秀 也被贴上了一个标签叫不务正业 但是这一场一场职业比赛打下来 一次一次艰苦的训练更下来 周世明终于适应了职业化的节奏 就发挥出了他的真正的实力 你像今年一月的一场比赛 他的对手21岁的这个巴西拳手库地尼奥 在赛前呢说周世明 他的奥运痕迹太重 我能用职业的风格击败他 然后在赛场上他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可以说啊到了现在 一个优秀拳击选手所具备的特质 包括良好的防御状态啊 准确的感应以及判断力啊 还有这个挑战自我不断进化的毅力 哎在周世明的身上 那是集中体现 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其实从2004雅典奥运会的奥运铜牌开始 周世明呢就被职业拳击的推广人啊 列入到了一个发展名单 但为了集体为了祖国的荣誉 周世明又坚持了八年 分别在08奥运和2012的伦敦奥运呢 又收获了两枚奥运金牌啊 铸造了中国拳坛的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一个成就 但是呢他自己啊 一直就没有忘记那个最初的职业梦想 打职业拳击比赛 纵观周世明的职业生涯 有人就说他是不幸的 因为他把自己最好的那十年光阴都给了这个奥运比赛 也有人就说周世明他是幸运的 因为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的职业拳击啊 越来越有市场了 也越来越成熟了 所以呢 他才能有机会在30多岁的高龄转战职业拳坛 但周世明自己却说呀 没时间顾及到什么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 我只知道比赛打一场就少一场 但我一定要赢得今天的比赛 因为啊 他承载着推广拳击的重任 绝不逊于这个这个金腰带的那个重量 中国的这个拳击观众啊 包括拳击市场啊 包括媒体平台啊 都需要一个莫大的刺激啊 需要这么一针真针的强心剂啊 只有更多的媒体关注了 更多的资本投入了 更多的人群聚焦到了职业拳击上的 周世明的金腰带 才能真正为中国职业拳击的推广和发展 打开一个新的时代 拳击的这个魅力到底何在呢 对中国人来说呀 这个问题可能还真不容易理解 但是在国外啊 这一项运动的粉丝真不少 像菲律宾级的世界拳王 帕奎奥 他比赛的时候啊 就是菲律宾的节日啊 在那一天 所有人都守在电视机前看直播呢 那收视率呢 比这春晚还要高 福克纳与海明威 一生都互相看不顺眼 然而呢 他们都喜欢拳击啊 诺曼梅勒曾经说呀 我一生中看过很多壮景 而当一名拳击手挨到重拳去 亏然不动 溅起的汗滴和雪滴 像瀑布水雾般的从天啊降 那我就彻底被拳击这个运动啊 征服了 我现场见证了最壮丽的场面 不过这血色失忆可能恰好 是在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一个原因啊 有业内人士就总结 说中国体育界啊 长久以来有一个隔网的这个概念 好像隔着网的 不与人直接冲突的那个项目啊 都不错 你看乒乓球啊 羽毛球啊 网球啊 咱总能够出奇制胜 你像牛翔 一百米跑不过别人 你放几个跨栏在中间 拼技术 咱就赢了 恐怖者的这个性格啊 决定了我们血液里沉淀下来的DNA呢 就是尽量避免冲突吧 职业全集 那恰恰相反 要的就是直接的硬碰硬 两百公斤的重拳打在人的身上 那瞬间倒地 胜者高举双臂 接受观众狂热的欢呼 而一个拳击手啊 想要在一生当中一次又一次 用脑部去承受这两百公斤重拳的击打 那每一次的击打都可能带来疾病了 你看啊 周世民的偶像阿里 拳王阿里就得了帕金森证 他的教练罗奇也得了帕金森 他的亲戚也是一名爱好拳击的体育老师 也得了帕金森 如果不是怀的巨大的热爱 这项拳击运动是很难坚持到底的 有记者曾经问他啊 你是怀着责任感在做这件事吗 周世民就回答说 不不不 这是生意 他见过太多的师兄师弟迫于无奈放弃拳击 文化成绩好的就考上了什么特警 那更多的人呢 就去超市啊 酒店啊 停车场啊 做保安 挣着微薄的薪水 他就希望啊 自己通过努力 能够让中国拳击的职业化进一步加升 让更多的同行同业者过上更好的生活 周世民获得金腰带 人们就期待 拳击运动 这一个职业啊 不要在高高在上成为一个表演赛 而是能够随之安全落地 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说了个前不久啊 安徽大学一名教授 联合21名学者 共同发表了一篇文章 要呼吁大家啊 要保护传统的上葬礼俗 他们就说了 最近这些年 很多地方都在推广上葬改革 要求简化上葬的流程 还有的写了专门的这个文章啊 要取消一些这个传统的上葬仪式 比如说吹骨手啊 扎纸草啊 培林啊 陆基啊等等 这些个学者啊 就觉得这么做很不对 说这是在强行废除古理 是破坏了乡村传统文化 说很可能使得乡村最终 陷于无法治理的状态 咱们常常听说这么一句话 说人生大事 唯生死二字 自从周公治理以来啊 这丧礼呢 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按照那些老传统 丧礼啊 都得办得隆重再隆重 因为呢死者为大 而且呢 有特别多的繁文鲁杰啊 你就拿这个 《红楼梦》里的这个 秦可卿的葬礼来说吧 天价的灌木 陪葬品 大摆的那个流水宴席 还有各种 八干之都打不着的亲戚 那送病的队伍啊 一连是三四里地啊 场面 那是大的吓人啊 这是《红楼梦》 现如今 战战现在农村保存下来的 这个传统丧礼啊 虽然没这里边那么奢华 但复杂程度啊 丝毫不逊色 一场这个丧礼办下来 少说得用整整个三天三夜啊 里头的讲究还特别多 就连家里人 几点钟该哭啊 该大哭还是小哭 他都有自己的套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些所谓的传统丧礼 那已经不单单是在为 那个适者追思了 反倒呢 更有一种秀的性质 互相攀比 一家要赛过另一家的 热闹 你东家 大操大办 请了什么 古乐手 咱西家呢 不甘是落 要大摆几十桌 这是八仙过海 都算不上什么了 有些人啊 为了整着这个场面漂亮 连唐生师徒 四人都请来捧场了 一些个地方啊 因为要攀比啊 甚至都刮起了一些个歪风 在丧礼上 请来什么舞队 大挑燕舞 简直是无法直视 一场轰轰烈烈的丧礼办下来 花个几万 十几万 那是毛毛雨啊 多的呢 甚至要几十万 咱就想问啊 丧礼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那是追导啊 之所以需要办这么一场礼仪 也是想用一个特殊的方式 和这个适者呢 进行一个道别 可你这种大操大办 且不说有没有丢了本质 你对圣者来说 那已经变成了一种折磨 你想啊 本来情人去世 已经够伤心难受 这样折腾下来 那是伤生又伤财啊 不光是适者的亲属啊 这种反腐的礼节啊 对于整个社会 也算是一种魔咒 你像咱开始说到的 碰上这种死生大事 哪怕平时巴干这都打不着的人 他也得费力勾一下 得随分子啊 这里头究竟能包含多少个哀思 咱就不知道咯 其实丧礼本身并没有错 真正错的呢 是借传统知名来大操大办 借传统来这个人情裹挟啊 是那些个打着传统旗号的陋席啊 而且呢 孝顺 他并不是紫玉阳 而秦不代啊 也不是把身后的事办得要多么的风光 而是什么呢 要老人在世的时候 你要对他悉心照料 和离世后发自你内心的那种静静的哀思 那种张扬甚至不良的作秀 恰恰是对逝者的大不敬 也是最大的不孝 要我说 传统的丧葬陋习 也应该路途为安啊 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说最近美国人的那个朋友圈呢 都被两件事给刷屏了 一个是美国大选 另外一个呢 就这个啊 照片里的这个 这是一张年薪表工资单 谁的年薪呢 一位叫张良钊的美国华裔啊 这表里的内容啊 数字呢 咱都看得懂 最后一行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 这个薪资津贴总额是 271243块02分美元呢 折算下来呀 差不多相当于咱人民币 180多万 听到这可能有人就想问啊 这估计是哪家公司的高管上成吧 能拿这么高的薪水 一看他就不普通 这话呀 说对一半了 后一半 人家的确不普通 因为他在一个特别普通的工作岗位上 拿到了一份特别不普通的工资 他是干嘛的呢 地铁清洁员 你没听错啊 扫地铁了 这个地铁清洁员年薪180万 这消息一出来 人们就不淡定了 纷纷表示 别来我 我要去美国干嘛呀 扫地铁 不光咱们听了羡慕哈 就包括美国人 他也表示羡慕嫉妒恨啊 要知道啊 90%以上的美国家庭 他的年收入都不超过15万美元 您注意啊 还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所以呢 这位张先生在美国 那是妥妥的站在了收入金字塔的塔间啊 连哈佛的高材生见了 都只能够旺歌星探啊 说根据美国最新公布的高校薪酬这个报告 他就显示 哈佛毕业生在职业早期 他的平均的年薪也只有6.5万美元 到了职业的中期 也才差不多是12万美元 都还不到这张先生的一半啊 那真是厉害了我的哥呀啊 那这个张先生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 就靠着这个清洁地铁能赚这么高的工资呢 您还别说人家有一个秘诀 很简单就两个字 加班 在他这27万美元的年薪当中 其中有16万都是靠加班赚来的 全是加班补贴 他工作的这个地铁呢 位于美国加州 按照当地法律规定啊 员工一天工作超过八小时 就要给1.5倍的加班工资 如果超过12个小时 就要给两倍的加班工资 如果连续上七天班 那么到了第七天 他所有的八小时工作时间都要翻倍 据说啊 这加州政府对加班这个管控啊 是非常的严厉 很多硅谷大企业就因为员工加班的事呢 吃过官司 而张先生之所以能拿到这么高的年薪 就是因为他呀 把所有能用上的时间都拿去加班了 这公司亦有加班 他就举手 我愿意加班 而且呢 您可别觉得打扫地铁有多么多么轻松啊 只要在岗位上 基本就没什么功夫能够坐下来 得不停的在那里给地面清洁啊 消毒啊 抛光啊 还得要一生的好力气啊 能一次拎得起50斤重的垃圾啊 这样的工作强度 而且呢 还要轮轴的加班 那不是常人能扛得过来的 地铁清洁工靠加班 年薪180万 哎呀 努力做加法 收入啊 可以做成法呀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最新一期的博客天下文章标题 张亮颖花400万美元拍的MV 没点知识 你根本看不懂 最近啊 这张亮颖和冯科的家务事呢 闹得是沸沸扬扬 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个张亮颖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 你看今天咱就不聊他的这个爱情了 就聊一聊他的音乐 前不久啊 张亮颖耗时八年耗资400万这个专辑呢 面试了 英文单曲上线50个小时啊 就让他呢 创下一个记录 成了第一个登上某平台下载榜前50名的咱中国的歌手 那真是厉害了 我的姐 花了400万美元拍的MV 那也是各种高能啊 就像标题说的 没一点知识啊 你根本都看不懂 短短三分钟就出现了12副世界名画 啊 这镜头开始呢 张亮颖饰演的上班女郎 在参观美术馆的时候啊 接到了老板电话 老板在电话的另一端是跌跌不休啊 于是呢 这张亮颖就进入到了名画业游者当中 并开始了一段穿越之旅 在这个MV当中啊 他一伙呢 化身为这个梵高 被咬掉了耳朵啊 一伙呢 又成了这个失惠者当中 那位弯腰失惠的这个妇女 他一伙呢 又成了带珍珠瓢环的少女 随后 整个短片呢 就成了名画欣赏 像说这个克里斯蒂娜的事迹 还有呐喊 还有卓郎 还有戴黑帽的男人等等 这些不同时代创作的 不同主题的名画 是来回的闪现的 这个信息量 那可不是一般的大呀 虽然说这是一首单曲 但光分析这个画面 也可以是头头是道 有人就评价说 这MV拍的 有水平 但是呢 好嘞 好 接下来进入板块杂志图片 河南郑州一位公交车长 打造出了一辆脱单专车 车头上贴着硕大的脱单标语 车厢里呢 装点着单身男女的照片和个人信息 然后呢 在这满满一车单身 浩浩荡荡去郊外连移 脱单专车 下一站应该是幸福站 美国纽约地铁推出限购令 规定呢 可以带狗上地铁 但必须用东西把它给装起来 乘客为了让自家爱宠能够接办同行 纷纷使出了大招 拿出各种各样的背包啊 手提袋啊 来装他们家的狗狗 有扛在肩上的 有背在背上的啊 有提在手里的 还有像这样的 欲提又走的 那还真是名副其实的狗袋啊 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话题 说一说明星家的保姆 这明星平时工作忙 顾不上家 这家务事呢 通常就会交给保姆来打点 那有些人呢 的确能够超越雇主和这个用人的界限 是轻如一家 不过呢 也有很多明星 哎呦 却会这个后院起火 要跟保姆啊 斗智斗勇呢 说这个 前不久 叶璇被报 拖欠保姆工资 有多位阿姨啊 在他们家楼下呀 举牌抗议 有阿姨就爆料说 说叶璇啊 拖欠咱着五千多块钱的工资 还要我呢 倒贴四千多块钱的这个房租 于是有人就开始抨击这个叶璇 说你挣这么多钱 连这一点点工资都不给人家 那真是太抠门了 哎 随后呢 这个叶璇就出来回应 让这个剧情啊 一下子又反转了 他就说自己是碰上了黑中介 碰到了黑保姆 这保姆盗抢他的财物 毁坏他们家的物品 还虐待他们家收养的流浪狗 这一时间呢 这双方是各自一词 闹得是沸沸扬扬 明星和保姆 闹翻的例子 在娱乐圈 那还真是不胜美举啊 有不少的明星 都路过黑保姆的坑啊 你比如陈浩明 最初呢 他发现自己家的飞庸啊 有偷窃的小毛病啊 就想要开除对方 可是没想到呢 这保姆啊 就把气啊 撒在陈浩明女儿的身上 在宝宝椅子上啊 放钉子啊 弄得小孩的屁股和背上 有很多的睁眼啊 气得陈浩明老婆啊 在微博上就放话 说此刻想杀人啊 这是保姆伤害孩子的 有的保姆啊 甚至直接就敢伤害那雇主 说香港女演员 郭谢尼啊 就曾经被他们家保姆啊 持刀威胁 并咬伤了左手 最后呢 郭谢尼是报警求助啊 才得以脱身 咱都说啊 日房夜房是家贼最难防啊 这明星遭遇到了贼保姆 那也是够郁闷的啊 包括你说这个 主持人李静 他们家保姆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 偷了13万多的财物啊 虽然当时报警 是已经解决了问题 但想想啊 跟你同处一屋的 这个这个保姆 竟然在暗度成长 那也是让人 后背发凉啊 这明星 与保姆的关系 还曾经成为过一个 国际新闻 谁呢 就朱莉和皮特 他离婚那会儿啊 就有爆料说 说皮特呀 跟保姆 走得比较近 哪的这朱莉呢 非常的不高兴啊 还有的呢 就是这个明星 不满意呢 保姆啊 也有的呢 是保姆反过来 不满意你明星呢 你比如 低调的两口子 就张学友和罗美威啊 两年前 就曾经因为保姆事件 也上了头条 说因为这个罗美威啊 有严重的洁癖 经常受不了 那保姆 说他们家啊 在三年前呢 就频繁替换了 二十一名飞庸 而且呢 都是他 把人家保姆 给解雇的 当时这件事呢 甚至惊动了 菲律宾驻港总领事 说禁止张学友家 再雇请咱们的飞庸 还将这一对夫妇呢 列入到了 这个监察的名单 明星 因为身份特殊 跟保姆的相处方式 也跟咱普通人呢 不太一样 你比如说 招聘保姆 咱就是图个人品好啊 勤快啊 干活利索啊 可明星呢 就不一样了 有对口明星的家政公司 人家就说了 说明星招保姆啊 往往会要求家政公司 把保姆的信息 事先发过去 什么年龄啊 身高啊 体重啊 籍贯啊 学历啊 都要一个一个 仔细的审核 还有的明星呢 口味还比较独特呢 特别在意什么星座啊 有的直接说 我们家保姆 只要金牛座 据说呀 也有很多明星 是比较喜欢处女座的 最好是有洁癖的处女座 您懂的啊 有的呢 还看鼠像啊 说这个鼠鸡的 和咱鼠像啊 犯冲 不行 有的连姓什么都在意 说保姆不能姓王啊 隔壁老王 怎么能进咱家门呢 想当个明星保姆啊 还得具备一个品质 那就什么呢 嘴言啊 要懂得保护明星的隐私 在签合同的时候 明星呢 都会添加一些保密条款 要求这个保姆呢 尽量做到 多做事 少说话 据说有一位保姆 跟明星签约的时候 只是多问了一句 你就是电视上的 那谁谁谁吗 结果呢 因言获罪 这合同啊 当时就立马取消了 有人就总结说啊 有一群人远看向上流社会 近看向狗仔队 他们常常出现在明星的身边 有的时候啊 可以沾上一些个光环 却会呢 见识到明星最真实的那一面 他们不是明星的家人 也不是明星的助理和经纪人 而是天天出炉 明星豪宅 给他们打扫做饭的保姆 明星和保姆撕破脸 明星走下荧幕 退去了光环 过起日子来 那柴米油盐酱醋茶 勺子啊 也总会能碰到锅盐的 好 接下来是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锐词 打脸卡 这个词在网上啊 好像有两个不同的意思 相差的还挺远的啊 大家得根据实际情况来对号入座 这个打脸卡 第一个意思呢 就是照片里这个 通俗一点讲 就叫发自拍 你比如 好久没在网上冒泡了 发一张自拍 打个脸卡 和大家呀 混个脸熟 还有的人呢 还真就像上班打卡那样 在网上打这个脸卡 而且呢 从早上起床 一直打打打 打到晚上睡觉 那上午的我是长这样 下午的我是长这样 隔一会呢 得打一下 光三天这个脸卡呀 就可以出够一本影集了 还自带时间线的 这打脸卡呀 除了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那就比较残忍咯 他强调的是前两个字 打脸 啪啪打脸啊 你比如考试前 信心满漫的 和同桌说 这种提醒一定不会考 不用复习 等卷子发下来 傻眼了 第一大题 正是这题 打脸卡一张 不少明星啊 也是打脸卡 收集大户啊 昨天就说 我们俩只是普通朋友啊 一转身 就被人家狗仔 拍到了实质紧扣 前一秒 兴实淡淡 自称是三好少年 后一秒呢 就被现实尴尬打脸 这打脸卡 叫什么呢 话别说太满 小心脸疼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播 咱明天中午 接着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